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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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宋丁 歡迎收看生活真美好 今天我們這一集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其實要讓我們觀眾朋友了解 從我們以前跟我們現在 每天喔 其實跟我們的農業問題完全脫不了關係 為什麼要說呢 你要想為我們的三餐來講去 三餐要吃飯嘛 也要吃素菜 水果對不對 我們有到去想這個問題 所有的東西為對來 當然也是我們的農業 農業很辛苦 因為財政一直跟我們的修行 後來找官都自己賣出去 譬如說在我們的菜市仔 或是我們的廚市 這我就買到我們的農業 辛苦財政的素菜水果 但是問題來喔 其實我們爸爸媽媽中不習慣 你們知道嗎 你們吃到的素菜水果 到底是為對來的 整個的過程到底有安全嗎 因為要吃到的百度地耶 像我鳳丁喔 我是比較習慣去傳統的菜市仔買 但是喔 傳統的菜市仔第一看是什麼 漂亮 我們就要買了 看得漂亮漂亮喔 沒有糖在加 我們就想要買回來吃 但是還有那個安全的問題賓戈嗎 這個問題 我們的觀眾朋友你們不要煩惱 因為這次呢 我有特別邀請的兩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農業署 我們的陳主任秘書 我們的陳喜榮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一位要來介紹 跟農業有親密的關係 其實跟我一樣都是 真辛苦的農業 農業 也是都在做事喔 很辛苦我們的 農業我們的王大全 王大哥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泰保市蔬菜廠銷第六班班長 我目前在泰保市 種植那個 溫室小番茄跟美龍瓜 我這邊有 兩... 有 那個小番茄要送給主持人 這是我自己摘種的 這樣吃好 欸 王大哥 我覺得你煮的這個番茄 跟一些我去外面買的不一樣 因為這個皮肉看起來很薄的 還有很多汁耶 很漂亮 你看看喔 它這個每個人都煮到這樣 就是很飽滿的 很飽滋的 最重要的喔 這是在我外面買的番茄 沒去注意到的 欸 它還帶著這個標籤耶 欸 我們的王大哥 這個標籤喔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這個標籤喔 就是那個產銷履歷標籤 是我們本來是做極緣譜的 然後我們升級做了產銷履歷的標籤 是那個榮良署輔導我們 榮友做那個生產管理的紀錄 然後我們在那個標籤上面 然後可以透過那個QR Code 掃描 可以看到那個整個 我們種植番茄的那個過程 還有我們的來源 消費者會對我們比較信任一點 欸 王大哥 你沒說 我不知道 說原來一個標籤喔 我們的產銷履歷這麼重要 而且我覺得聽起來好像 有這個產銷履歷的管理的證明 好像很厲害耶 那表示還可以替我們的觀眾朋友 或我們的榮友 可以挖很多寶囉 那剛剛王大哥也有說到 我們本來是做極緣譜的 現在已經升級做產銷履歷了 極緣譜是政府在民國82年的時候 開始推動的 那時候就是因為 因為消費者很重是安全用藥的問題 怕去吃到農藥殘留的農產品 所以政府就推動這個 極緣譜 福德農民做安全用藥 不過一定 經過二十幾年 慢慢的消費者也發現說 要求跟安全用藥是不夠的 所以一百控三年的時候 標章很多 後來有吉原譜 後來有有機 後來有產銷履歷 所以消費者不容易分辨 另外吉原譜標章 那時候也發生仿茂的問題 所以在一百控三年 包括立法院 包括民意代表和消費團體 很多都要求政府要整合標章 所以一百控三年 那時候在立法院要求一個 農一會就做政策決定 要把吉原譜升級做產銷履歷 所以決定在一百控過年 就是今年的六月十五號 吉原譜就要升級做產銷履歷 是 其實我剛才有聽到我們的主任秘書 在說就是 吉原譜跟我們的產銷履歷的 升級轉型 其實這方面 可能我們的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可能跟我們的農友 會稍微看不清楚 其實吉原譜如果照你說 可以推行那麼久了 應該也會有好處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 要再把他們申請轉型到 我們的產銷履歷 像這樣 這兩項的標籤章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剛才說到的 吉原譜的標籤章 就是大家看到三個口口 因為它要求的是安全用藥 不過產銷履歷 不一樣 因為不但是要遵守安全用藥 它要符合的條件更多 剛才主持人也跟王大哥說過 很不簡單 確實是這樣 因為產銷履歷必須遵守台灣良好農業規範 就是我們說的TGAP 這些操作流程都推動 而且它要把生產紀錄都上網 登打在電腦面上 第三項 產銷履歷 如果要通過 就要經過驗證機構的安全把關 驗證有合格 才可以打頭出這個漂漂 定義要經過這三道的程序 所以要得到產銷履歷驗證 驗證公司已經包消費者把關過了 而且它遵守TGAP 台灣良好農業規範 不但保證我們這條是安全的 而且對我們這個環境 到底因為它不管是農友還是施肥 都要遵守一定的標準規範 所以對我們的環境更好 消費者不但重視食安 重視環境可以和農友 大家祝福鼓勵來支持產銷履歷 是很好的 真的喔 柏大哥 像剛才我聽我們的主任秘書說完 其實我相信你現在 我怎麼有很多想要補充問題 對不對 對 心理是不是這樣想 我看你在那裡 稍微加工還不加工 其實我知道你現在有想要問 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主任秘書嗎 我想要請問我們的主任秘書 因為我對自演譜轉型為產銷履歷 但是因為我對產銷履歷 沒有說很了解 所以說產銷履歷 我們親親產銷履歷 對我們的農民 到底會影響什麼 這點喔 剛才說到農民朋友 要做產銷履歷很不簡單 不過也有一點困難 需要政府來幫忙 所以首先我們都說到 做產銷履歷要驗證費 我們剛才說到要驗證機構 為消費者把關 這是公正的第三者 所以政府 農委會農民宿 對於驗證費有補助三分之二 農民朋友只要自己 負擔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另外 農民朋友也會煩惱說 生產紀錄都要上網 政府也針對集團驗證 有補助電腦 印標籤機 包括登達紀錄的資訊專員 也都有工資的補助 這對農民朋友來說 可以克服他現在的生產過程 要怎麼來申請驗證的幫助 不過因為做產銷履歷 對農民也要符合TGAP的規範 這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所以從今年開始 農委會才要開動產銷履歷 有一個環境獎勵 一年一公圈會補助一萬五千塊 要鼓勵農民朋友來做產銷履歷 有生產面的輔導以外 也要幫助農民朋友 產銷履歷的產品更好賣 所以除了以前在一些賣場 就在賣產銷履歷外 以前在傳統市場 去菜市場 比較少去看產銷履歷的產品 我們和台北農產公司 還有台北北中南一些批發市場 在推動產銷履歷產品的優先拍賣 你如果做產銷履歷 要用子母包裝送去台北一期二期 可以優先拍賣 不就比較好的計測 還可以優先拍賣 大家又更生殊 所以做產銷履歷一定有困難 也有一些補助 也有一些好處的推動 所以說像我 代表現在性格屬的觀眾朋友 媽媽精 我覺得這是媽媽精 因為我從現在開始了解 我們的生產履歷比較後 我會覺得像我有在煮飯煮菜 看我這樣 我是有在煮飯 我真的很吃的家裡煮 花青漂亮 我也都在下廚房煮菜 那至於我們媽媽說 可以因為就說了解後 他要拜去經菜賣水果 我們會知道說要賣去 再來要想說 在我們的節儒連環境當下 你如果像這樣有產生日日 以後你想我們的土地 都不會去產生就有量 對不對 我們吃到的東西 乾淨又漂亮又甜又好吃 土地也有辦法因為這樣 來做一個保護 哇這樣不錯耶 是啊 主持人說得很好 因為消費家 現在做產銷履歷 不是只說確保安全擁有 對消費家來說 對家庭主婦來說 可以很安心 我們大家吃到的都是安全 還有安心的產品 是 黃大哥 其實你這個生產履歷這樣做多久了 差不多做 等我近年 接近兩年 對 你看他剛才 麻煩的優秀 我覺得他在生產過程當中 應該是有回到很大的副作 對不對 等到將近兩年 我們已經生產履歷的東西 可能我們的這個黃大哥 跟我們的電視器觀眾朋友的榮友 應該也有一個問題點 補責過了 再來他的好處 到底有多少 是不是 你為什麼想來想問 我們的主任必須這個問題 補責過了 再來他的好處 是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效果 是在哪裡 他做產銷履歷 農民朋友來做 確保消費者的安全 使用安全 還保護我們的環境 不過對農民朋友來說 也有很大的好處 因為為什麼 就像剛才我們王大哥上番茄 我們主持人的時候 你馬上你就看到 注意到這個 TAP的產銷履歷標章 對 有這個標章就代表 他是很用心在栽種 也可以打自己的平擺 現在網路上 消費者 我們有這個 QRQ商標 是 因為產銷履歷標章 面上大家可以看到 他突然有這個 TAP這個儀口的標章 他面上會跟你說 這是番茄 什麼樣的品名 驗證機構 驗證公司 我們把關的是什麼 哪一間機構 生產者是什麼人 我們可以看到 王大哥的名字 在這裡 他有這個追溯號碼 追溯號碼 就是你在電腦網站上 打這個號碼 就可以黏去 包括這個番茄 是當時種的 當時噴油 當時用肥料 當時採收的 當時採收的 都銀目了然 我們也不一定要用電腦 現在大家都有手機了 面上二維條碼 掃上去 號碼都不用打 馬上就出來 就連結到王大哥 這樣喔 他也可以在網站上 就介紹他自己 跟產品的什麼特色 特別好吃 配特別補 特別甜 頂頂的好處 都跟消費者做一個介紹 所以這個頂一 就能打他這個通路 因為現在很多媒長 他都會比較希望 農友 供應的是產銷利的產品 這樣我這個 不但對消費者的好處 對我媒長來說 也很辛苦 都可以確保我 進肥的安全 再來 有產銷利利 他有一個功能 就是追蹤追溯 我產品不管不讓誰 走到哪個通路 還是對通路來說 他對哪個農友 進肥 都銀目了然 萬一有人 產品如果不合格 去嚴重 他不會剖錢 因為就是 源流頭再有主 像農友不合格 什麼人的產品要下價 什麼人要受到處罰 我對我安全農友 複合規定的農友 就不會受到影響 另外 現在國際的潮流趨勢 都重視產品的可追溯性 所以產銷利利就是 複合種種的規定 也希望農業朋友 會知道 產銷利利有這麼多好處 趕快升級 王大哥 給你請教一下 剛才我們有聽到 我們的主任秘書 說到我們的產銷利利 經格的專業問題 你申請到我們的產銷利利 已經很嚴重了 這次就走來 你有經過什麼問題 還是說 你有受到我們的政府 為自己輔助到什麼嗎 你這兩年來 我回到的問題 是說 起初我申請的時候 完全都不知道 產銷利利到底是什麼 但問來問去 剛才有一個朋友 是產銷利利的輔導員 剛才他有跟我說 現在吉原府可能會停下來 所以說 開始要做產銷利利了 所以我比較麻煩 他拜託 不可以 扶著我們一班 開始做產銷利利這樣 不過 剛才開始在做的時候 要找人的時候 實在不好找 因為他們都說 就吉原府為什麼 還要做這個 還要多買錢 來做那個 所以說 我們就經過 算比較多方面的 溝通 有的人 因為他有的通路 是因為需要賣場 因為算他賣場 已經開始配合那個 政府的 政策了 所以他們需要 那個產銷利利 所以說 你剛才說的 那個3C燈打那方面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困難點 因為我真的很多 很多人 他們基本上都說不好 一直問我 我覺得真的 很困難 好早知道 有那個輔導員 真的有幫助我們太大了 真的說 剛才在王大哥說這個重點 3C這個問題 真的是我們中部 如果說農友 真的要記憶一個問題 如果說像我們說的 有專業的福德員 來幫我們做福德 還可以提醒 我們的農友 大家可以怎麼樣 來做一個專型 提醒 我相信對我們的農友朋友 真的是很好的 不是對我們的農友朋友好 對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的觀眾朋友 也是很好的 可以照顧我們的品質 還可以讓我們買到東西 吃到安心的 好樂不耶 對不對 剛才王大哥也說到 做產銷履歷 有些困難的 要需要幫助 剛才有說到輔導員 這就是農委會 去培訓出來 這輔導員對於我們 開動產銷履歷 很重要 這輔導員就是 我們有辦 針對產銷履歷的福德 培訓 改農場 跟農會 跟合作社 這些人員 這都是平常都和農友 在做會 農友遇到什麼困難 這輔導員跟他們說 怎樣 不管是3C上 還是操作TGAP 有什麼困難 輔導員都可以幫他做幫忙 另外 剛才說到的 政府有補助電腦 登打費用 不過只靠補助是不夠的 所以這輔導員 我們產銷裡有一個集團驗證 他可以參加一個集團 一個集團 一個集團大家 共同來合作 做一份記錄 打電 做一個去打電腦 這樣就可以了 集團來對 有比較多肥 有比較年輕的青農 大家做會 互助合作 一個方面可以簡化 這個 登打的手續 另外還可以節省驗證費用 因為大家一直來分擔 這個驗證費用 交一份就可以了 這樣喔 所以 我們現在剛才有說到 產銷履歷有一點困難 補助驗證費用 環境獎勵 一公斤一年萬五塊 這是一個生產的誘因 另外 這裡也有補助電腦條碼機 和資訊服務的工資 有輔導員 如果還有困難 我們農糧署 各地都有北中南東分數 不管是我們在地農會 還是我們農糧署的分數 我們都很歡迎跟農友 做一個託 如果要做的農民朋友 有需要我們派輔導員 過去就跟他們說 我們就派輔導員 去死地做一個輔導 了解 我們這裡也要做一個補充 不過產銷履歷 我們非常推動 原來做極緣培的 譬如不管怎麼輔導 是有困難的 還有生產追溯 就是大家看到的 看板這些 這也是農委會農糧署推動的 二維條碼 就是最簡單 你只要對什麼人就好 雖然他沒有產銷履歷那麼完整 不過也可以追溯到生產者 這就是讓原來的農民朋友 都兼顧到他們的需要 如果可以升級的 我們盡量輔導 他升級做產銷履歷 裡面的配套措施 他不錯 其實我一直都認為說 今天如果沒有來請到我們的專家 我們的主任秘書 他跟我們的農業王大哥 其實對我們的農民來說 我告訴你是一種損失 對我們的消費者來說 也一種損失 不要說我們後頭正做事 現在你看像我很多朋友 他的兒子 就開始進去 怕入農業這方面 就去做那個 好像多了一個行業可以做對不對 像他就做得到 但是他做得到 如果他沒有去申請產銷履歷 你知道嗎 真的那個出路 真的是很困難 他不知道要拿到賣 跟菜市場 要收 人家就要說 你才有產銷履歷 變成可以種 但是就消不出 沒有通路 所以說 是不是我們提醒到 產銷履歷的證明 這對我們的農業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幫忙 對 農業也相信這個政府 可以對我們農業 可以更進一步 做那個調整跟改善 所以我們 我們榮友在 會更明白那個產銷履歷上面 跟對消費者的好處 是啊 你沒有覺得說 我都了解你的心聲 對啊 你都了解我們農業的心聲 對不對 我也做事 我也知道說 可以種不通路 賣掉 介紹不好 幹嘛 做白工 對不對 我們要做白工 我們要做白工 黃大哥說到的 產銷履歷 我們不但要對農業朋友 才做選擇 我們也開始 對消費者全面做宣導 所以我們剛才說到的 現在的通路 不但各地的賣場 連鎖通路都可以買到 產銷履歷的農產品 而且未來在傳統市場 因為批發市場有優先拍賣 有子母包裝 消費者後來在傳統市場 也可以買到產銷履歷的農產品 還有跟大家說 現在我們有很多餐廳 它都採用產銷履歷的食材 目前有100間參加 銷售店有1千100位 這個溯源餐廳 它就是採用產銷履歷的農產品 做食材 所以全面的推廣 不管是在連鎖通路 還是在傳統的批發市場 零售市場 甚至後來在產廳 我都希望來多推廣 這個產銷履歷的產品 其實我們這集裡面 邀請了我們這兩位貴賓來到這裡 也可以讓我們所有農民 跟我們的消費者 可以了解說 這個產銷履歷的標章 可以提升到 我們的什麼好處 對我們的農友 跟我們的消費者有什麼好處 但是這不是單方面可以完成 第一就是說要政府機關 來幫我們做輔導 一直說我們的農友 最方便要共同 我們要怎樣 要怎樣可以 促進到產銷履歷的提升 跟趕緊把它轉型 這方便一定要怎樣 最方便的配合 才可以創造雙贏 你說王大哥 我說這樣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我這幾年來做產銷履歷的時候 因為我比較好運 去遇到輔導員 不然其實當地的農會 都可以協助我們 台北市農會 他協助我們也算很多 不過在我們做過程當中 算我們有做這個 一些實體店面 或超市 畢竟會更容易 跟我們的接車和車壇 說不像我們的農產品 所以說那個 算我們的通路會變得更高 這樣也很有好處 對 就是像剛才王大哥說的 做產銷履歷有這麼多好處 也有這麼多獎勵措施 所以我們是 除了農民朋友 不管是以前做吉原譜的 還是本來都沒有做驗證的 甚至是現在剛才加立的 一些新的農民朋友 都可以趕快來參加產銷履歷 政府都反應 也都有很多補助措施 全面來推動 謝謝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兩位 可以來跟我們建立 和我們共同探討我們的農業問題 可以讓我們聊到吉原譜 要把它轉型升級到我們的產銷履歷 其實後一季我跟你們說更精采 然後更深入可以跟我們做一個 最小的介紹喔 期待我們下一次的生活真美好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